我們現在來到酒店一樓的大堂 看完這些配套之後 我們馬上帶大家去看看 旁邊還有三個景點 一個是兒童遊樂區 一個是無邊際泳池 一個是網紅打卡點的圖書館 看完這些 我們再和大家總結一下 看看周邊和樓盤詳細的情況 剛才說到的 包括了托管的 包括了租金的 包括每個單位的 還有什麼性價比的單位 還有每個單位的抵價 究竟是多少 首期是多少 這些情況 飛機飛上去 HELLO 我們現在來到酒店的副深層 這裡就是個海景餐廳 早餐、午餐、晚餐都可以來這裡吃 晚餐的時候有海鮮的自助餐 看完這裡之後 會帶大家繼續去看我的KTV 進去看看 景色好漂亮 我們上早來兩層 現在是負一層 這一層是有KTV 有棋牌室 還有會議室 一起看 我們現在來到酒店一樓的大堂 看完這些配套之後 我們立即帶大家去看看 旁邊還有三個景點 一個是兒童遊樂區 一個是無邊際泳池 一個是網紅打卡點的圖書館 看完這些 我們再跟大家總結一下 看看周邊和樓盤的詳細情況 剛才說到的 包括了托管的 包括了租金的 包括每個單位的 還有什麼性價比的單位 還有每個單位的抵價 究竟是多少 首期是多少 這些情況 飛機飛上去 I need somebody who can love me at my worst No, I'm not perfect but I hope you see my worth Since only you nobody knew I put you first Not for you girl as well I do the worst I need somebody who can love me at my worst No, I'm not perfect but I hope you see my worth Since only you nobody knew I put you first Hello 我們現在就到了最重要的環節 就要和大家說一下樓盤的最新的樓層 還有哪一些 然後哪些樓層單位是性價比最高的 哪個單位的景是最美的 首期多少租金收益是有多少 最新的情況 因為現在拍攝的時間是9月21日下午的時間 所以就是最新重替的了 現在就細單位的62封和64封的單位就有604和704 604和704就是性價比最高的了 單縫的一縫的這些單位 604的單位就總價是52萬8 這個就是代價Full Pay的價位 52萬8除過62封的話就是 單價就是8500差不多一個封就很便宜 如果你要做按揭的話就要差不多去到61萬差不多 所以按揭和Full Pay的價位其實差很遠 那704單位就Full Pay的價位就是54萬多差不多了 54萬8 那就是8800左右 7樓的都是62封 按揭的話就是62萬多差不多 這個是這兩套9樓以下的單位的重替 那現時那些62、61、64封的單位 10樓以下就全部賣小了 所以就是單這兩個單位的 如果你要做按揭的話要正常首期才行 所以如果你是可以接受到Full Pay 這兩個單位性價比就很高了 可以選這兩個單位我建議 那如果98封的話你有五樓和六樓的 501和601 其實這兩個單位都是八千多元可以買到的 五樓的話性價比就是最高的 是差不多七十八萬左右的 Full Pay的這個價位 八千多元 所以那套其實都OK的 六樓又貴些八十二萬差不多的 那上到十樓以上的話我們可以選擇一個十一樓的 一到五號單位 一到五號單位就是 首期可以做到百萬元的首期 百萬一的首期就可以成功 因為十一樓到十五樓現時做活動 就是百萬一到九萬五之間 這個首期就可以買到 然後就是價位的話 其實都不貴 我覺得我幫大家看看 十一樓的這個單位 價位差不多是多少 02單位 如果你做一個低首期的話 總價就是六十五萬差不多 然後差不多是一萬元多一點 一個封下六十四點多封 那就八萬一的首期 如果是603的話 因為是62封的 603的總價就是差不多六十四萬左右 便宜一萬元差不多 首期都是百萬一 OK 然後如果11101的話 首期是百萬三 這個都是九十八方的 零一單位 總價就是九十四萬差不多 百萬三的這個首期兩方單位 我建議大家可以選擇一個十二樓 因為十二樓和十一樓的總價 是差一萬元左右 所以你高一個樓層 但是總價是高一萬元 所以是值得我們選擇一個高一點的樓層 這個單位的 所以它的景色會更漂亮 舒適度會更高 然後它是單邊位 所以它是旁邊都有去景 所以它不單止正面去景 邊上亦有窗亦有景色 所以它的單位是最漂亮的單位 性價比也高 性價比也高 然後正常這個單位 其實去買的價位 會比02至09之間 都會貴好 貴一些的 現在就十五樓以下 就完全沒有了 現在要選的話 要選到十五樓才有 就是1510號單位 這個我們剛才沒有拍出來 然後我們之前拍的片 有看過1410的實景的景色 如果大家有需要 可以連結我們 我們最新的影片給大家看看 1510的話 首期就是86000就可以夠了 那Full Pay的話 總價是72萬差不多 差不多72萬 那如果按揭的話 就是74萬差不多 如果Full Pay的話 就是單價10700差不多 那如果按揭的話 就是11000 差不多這個價位 這個總價 OK 其他全部就可以貸款了 這些單位我覺得 景色最漂亮的就是 1510這個單位 景色最漂亮 而舒適度最高 要性價比最高的話 你就可以選個604 要Full Pay的話 對 604單位 那如果你要低首期的話 就可以選回11樓 或者12樓的01到05 甚至是01到08之間 其實都會有少少 有一部份可以選到的 首期就是81000到86000 就可以夠了 11樓12樓 剛才說了總價是 同樣的單位 總價差1萬元差不多 所以首期比較低 價位其實也很便宜 所以值得我們去考慮 OK 這個是最低首期的 所有單位就 全部情況是這樣 接下來跟大家說一下 收益封面 喝不喝嘴 收益的話 這個泰利酒店 現在運營中的單位 它是這樣的 現時這個平時的逢更價 是500元一晚 週末的話就是800元左右 那旺季的時候 譬如說暑假平時的 價位呢 週一到週四的價位呢 逢價是900元左右的 如果到了週五、週六、週日的話 是去到了1,300元左右的 然後呢 如果是五一 局慶 元旦 中秋 或者是春節這些假期的話 就要去到兩千多甚至三千多的 這個逢價 那現時 這個 就按照這個 收益來計的話 六十幾封的單位 就有一封的單位 它的收益一年計六 因為 上邊的酒店的所有的單位 全部都是業主 托管出來的 所以就變成了它的 其實收益現在有 每日都有收益可以收的 而且 信息非常之明確 我們關注 WeChimp上的公眾號之後 直接每個月 每日的情況 全部都會寫清楚 而且它的收益是 每個同樣的戶型 不論你有沒有租出去 不論你是二樓還是頂樓 還是三十樓還是二十樓 它的收益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就變成了 其實我選擇的性價比高的 我收租金是一模一樣的 是不是 公開透明 租金是多少呢 就五十五封的那些 旺季的時候 七八月份 一個月是有六千多元一個 租金的 所以收益是非常之OK的 它計算你最保守一年 都有四萬多到五萬元左右收益 這個是保守的這個估計 下面這一座的 深座的這些單位 收益肯定會比上邊要高的 有幾個原因 第一 積比上邊大 這是六十二、六十四 上邊是五十五的 但是上面沒有兩房 上面最大有八十封的 但是它都是一房 這邊九十八封有兩房 所以兩房其實我覺得收益都會高很多的 因為現在有很多家庭式的油玩 所以其實一間房是不夠用的 可能很多都會直接開兩間房 所以你直接進入兩房的話 要更加好用一點 這個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就是下面的中修標準 比上邊的那一座要升級了很多很多 包括了智能家居 酒店入戶大堂 包括裡面的中修 包括了最重要的這個位置 它的景比上邊要漂亮很多 因為現在運營的泰利酒店 它的潮向是潮西南 是石西比較多 然後這邊是東南向的 這邊更加的近過海 那邊比離過海更加遠 所以以後這邊的租金行列會比上邊更加高 現時這個溫泉還未開 其實溫泉可以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我們在冬季春季 熱到冬天的時候 海邊不可以落到海游泉的情況之下 你有溫泉站有很多的遊客 會來到這個小區 因為來到商業灣不一定單止選這個小區 這個酒店 那邊有很多酒店 但是單你這個酒店有天然的溫泉的話 很多就會選擇來到這個位置 所以我冬天的時候 也都有很豐厚的收益的話 我的收租的這個租金就會更加的多 如果一年按照保守來計的話 五萬元一年一個月四千多元 那你按照我剛才說的八萬左右的首期 你供三十年一個月才供 供過兩千元左右而已 那你還有另外的收益 所以你直接支援完首期之後 每個月還有更多的收益收回來的 所以這個就非常之OK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詳細的這個收益的風格的話 都可以連結我們 我會寫詳細的資料給大家 這些都是酒店做的 而且這間酒店全部都是業主的樓 它沒有自遲的樓 沒有自機的 所以就很公開套明 對每個業主來說 其實都是公平的 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想選擇托管的話 那你就選一些低手期的 性價比高的 你不要選擇景色是否漂亮的問題 所以就可以建議 你可以選一個604 或者是501兩房的單位 那如果你想做低手期 你就選擇11樓的020304 這些單位就OK的了 好不好 收益封面的情況就是這樣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樓盤 是值得我們去想想的 到來投資收租 或者是拿來自己住 環境質素這麼美 是不是 一個可以一夢無際 很舒服的 那如果就算你托管 你其實都是有一年有二十多天的時間 可以免費入住的 你可以過來玩 你可以過來遊玩的時候 其實都是免費的 所以我覺得 有多種風式可以自由選擇的 想要更安全 就連繫我們 好了 那今集的整個 雙魚關的雲鼎海岸 這個樓盤的最新的 重態和情況 就跟大家介紹到這裡了 如果有興趣 右上方有二維碼 可以數碼添加 或者直接打電話給我這邊來 我會給你更詳細 客觀和專業的建議 下集再見 今集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